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政策表达式 那么我们这节课重点要讲的是 关于这样一个group的概念 好 我把这个字幕串给改了一下 我把它改成了NafitShortIUsePricer 好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分组的概念 分组这个概念之前我给大家提到过了 在讲这样的一个重复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过了分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时我们是用一个括号 把我们要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字符给括了起来 那么分组并不仅仅只能用于这样的一个数量重复 它还有别的一些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求大家对于S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把Naf和Python之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字符 全部给提取出来 注意我说的是提取Naf和Python之间的 这一系列的字符 那么这个政策表达式应该怎么编写 好 那么我们首先 首先要定届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了 这样的一个普通字符 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定届作用的 好 那么Naf和Python之间的字符 我们用Naf起头 然后用Python结尾 好 那么中间怎么填 好 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Naf和Python之间都是一系列的单词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想到 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-w来匹配所有的单词字符的 好 这样行不行 我们试一下 好 它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 因为没有匹配到正确的 因为这个政治表达式没有匹配到相应的结果 所以说R的曲子是这样一个Nan 所以说如果你强行的对Nan调这样一个骨肉谱 是会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 好 为什么没有匹配到正确的结果 我觉得大家经过我们这么多小节的学习 应该能够分析出原因 反斜杠w它只能表示一个字符 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个重复 好 那么星号可以表示前面的字符 出现零次或者是无限次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加上这样的一个星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反归的结果 打印的结果 好 还是没有匹配到 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反斜杠w它表示的是单词字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当时说了 空格在不在单词字符里 不在 但是Naf和Python之间 明显的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空白的字符 所以说如果我们让一个 一个单词字符重复很多次的话 是没有办法把空格给包含在内的 所以说它无法匹配到 好 那么大家觉得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点 我们之前说过了 点在哪里 点在这里 匹配除换行符 反斜杠N之外 其他所有的字符 那么当然也包括空格 好 那么我们把反斜杠w换成点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匹配的结果 好 不再报错了 成功的找到了我们匹配的结果 Naf is short, I use Python 好 现在确实是匹配成功了 但是大家注意 我要的不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 Naf is short, I use Python 我要的是Naf和Python中间的所有的 这样一个字符 并不包括Naf和Python 好 那么后面我要讲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法 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仔细的听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个方法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爬虫里面 用到的是非常多的 这个场景和我们爬虫 爬HTML网页的行为很像 我们经常是需要根据这样的一个HTML标签 然后找到标签中间的内容 注意 我说的是中间的内容 并不包括标签本身 因为标签对我们数据来说的话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们要的是标签中间的内容 所以说如何获取中间的内容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要说解决方法 我们首先就要理解 Group主这样的一个概念 关于主的概念之前 也给大家讲到过了 我们现在看似没有对政治表达式 使用分组 对不对 但是实质上它确实就是一个分组 只不过我们没有 在外面加上这样的一个圆括号 因为只有一个分组 所以说这个圆括号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好 那么一旦我们对NF 然后点新Python 加上这样一个圆括号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分组 好 那么此时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它的结果和我们不加这个圆括号是一样的 因为我说了只有一个分组 所以说Python默认会把这样一个全部的 正对表达式当做是一个分组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Group函数 Group函数它的实质 它其实是可以传入一个参数的 这个参数就是指定 指定你要获取的这样的一个组号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组 所以说在这里是可以不传的 但是你传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传入一个0 0是一个默认的曲子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好 然后我们加上0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打印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Group函数的本质意义 在于获取这样的一个分组的匹配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NIF 还有Python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正对表达式 当做是一个分组 所以说刚好把全部的这样的一个 匹配结果都把它给获取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感动一下 我不在最外面加上这样一个括号 我把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 模糊匹配的点号和新号 当做一个分组 好 那么这个时候Group 它所获取的这样的一个值 就是我们扩起来的这样一个组 好 我们把它扩起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第0号的组号 能不能获取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所想要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会发现 虽然我们把点心扩起来了 但是第0号还是返回给了我们完整的 NIFI short I usePython 好 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Group 0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它永远记录的是 你的这样的一个正对表达式的 完整匹配结果 如果你想访问完整匹配结果 内部的这样的某一个分组的话 你必须从1开始访问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了访问 这样的一个完整匹配结果下面的括号 这个分组下面的相应的取值的话 我们应该填入Groove 1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果然 1号这个Groove 最后将是我们要的 NIFI short 按U字 是不是有些难以理解 有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最好用Foundout Foundout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一开始像Match和设计 我是不打算给大家讲的 最后想想 因为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教程里面 他们都是讲的Match和设计 有的像Foundout和Sub根本就没有介绍 所以说我最后想一想 还是把Match和设计给大家加上 毕竟多了解一点总会有好处 而且Match和设计 毕竟他们说返回的对象 还会附带这样的一个匹配的位置信息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用到的 但是Foundout 它就是简单直接 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列表 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比较一下Foundout 对于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式的返回结果 只需要改一个函数名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打印这样的一个R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什么都不用 直接就把你要的印 需要的按U字给返回回来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向大家推荐Foundout 然后前面这么多课程 主要都是为了Foundout 来讲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有时候不要老是相信 一些教材上面给你讲的这样一些知识店 他讲的并不一定 就是绝对是适合你的 也许你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方式 更快捷更简洁的方式 来完成你的优务需求 好 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动动脑筋 多去尝试一下 好 那么最后关于Groove 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复杂的讲解 然后我们的正值表达式 基本上到现在也就差不多快结束了 最后举个例子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组 可以有多个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把直播创类给扩展一下 I love Python 那么我现在要求你 是返回Nive和Python之间所有的字符 然后同时还需要你找出Python 两个Python 这个Python和这个Python之间所有的字符 那么所以说大家很容易给想到 其实就是对这样的一个翻版 我们再加上一个括号 原括号点心 然后再加上一个Python 这样一个匹配方式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两个分组 两个分组我们尝试访问一下 我们分别把012三个这样的一个组 都给大家打印出来 012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哪里写错了 我看一下 这里还是Found out 这不对 我们要改成设计 好 大家发现什么 第1个0 还是我所说的 代表这样一个完整的正着表达式的匹配 Nive is short I use Python I love Python 好 第2个 Group1 表示的是第1个分组的曲子 第1个分组的曲子 就是in short I use 然后是第2个这样的一个分组 2个python之间是 do how 空格 I do how Nove 和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 好 其实 Group 它可以有一个很快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 在一个函数里面 指定多个这样的一个组号 我们没有必要写三行函数 我们直接在012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好 如果你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访问我们的组 来访问我们的组 它会用一个原组 把三个组号的 三个组的这样一个内容返回给你 好 那么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还有一个 就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Group 好 Group Groups 这个比我们的Group 要好理解一下 Group 不会返回给你 整个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表达式的结果 它只会把这些中间的 这样的一些匹配项 返回给你 我们看一下 好 看见没有 完整的匹配没有了 只有这两个用括号 括起来的这样一个表达式的结果 I need short I use 以及 I love 好 那么关于政治感大事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讲的还算是比较全面 而且也比较深入 各方面的一些误区 实力 都给大家演示到了 我也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因为政治表达式说真的 不是这么好讲 我一直觉得这个课程里面 有两个地方不是太好讲 一个是政治表达式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高阶函数 这个因为它比较抽象 一个是因为比较抽象 像高阶函数是比较抽象的 然后像政治表达式 它可能不是很抽象 但是它很灵活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